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点XY到原线距离都要等于半径 所以呢得到的X-1的平方加Y-2的平方等于9 那如果把这个标准是展开 我们会得到X-1的平方展开后得到X-2X加1 那Y-2的平方呢展开后得到Y-4Y加4等于9 所以呢我们整理一下 把平方的部分放在前面 一次项常数项依序摆好 最后呢等于0结尾 就得到一个圆的一般式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刚刚的这个例子 透过展开得到X平方加平方 减2X-4Y-4等于0 那第二个标准是 我们展开之后呢 同样可以自己试试看 你也会得到一个X平方加Y平方 加6X-4Y-12等于0 那所以呢以上这一般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那我们来跟2元2次的方程式的一般是做比较 2元2次方程式呢 就是有两个变数XY 然后呢最高是2次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是X平方加BXY加CY平方 这是二次的部分 那一次项呢就有GX加EY加常数项F等于0 那这两项比较就会发现 诶它好像没有XY这一项 所以 因为缺项的部分 所以XY那项的系数 B就是0 那X平方跟Y平方这两项的系数应该要一样 所以结论就是 它跟2元2次方程式的 比较之后得到 X平方跟Y平方的系数都是1 然后B就是XY的系数为0 那我们把原的表演式展开会得到一般是这样的形态 例如说刚刚的X加3的平方加Y-2的平方点25 展开之后得到X平方加Y平方加6X-4Y-12等于0 那反过来思考 如果是X平方加Y平方加GX加EY加F等于0 这样的式子所得到的图形一定是一个圆吗 所以我们用这个 这个配方法之间这个技巧 可以来把一般式换成标准式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整理出 它其实是X-4的平方加Y加2的平方等于25 那这X-4的平方是来自X平方-8X 那它这样就是多了16嘛 所以移过去要-16 那Y加2的平方呢 其实是来自Y平方加4Y 所以呢它多了4也是移过去 那-5移过去是正5 所以这些东西多出来的东西合起来就是25 就是右半边的部分 那所以可以从标准式 可以得到原心式4-2 半径是5 那同理呢 第二个式子你也可以去配方 你会发现呢 它的原心是4-2 而且我们可以很快地看出 这个地方是没有半径是等于0的 所以 第三个整理出后呢 得到这个右半边的部分是-10 所以平方相加 不可能会有负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 你少不到这样的XY满足这个等式 所以图形是不存在的 好 那所以呢 圆的方式都可以画成X平方加Y平方 加GX加EY加F等于0 那通常可以将一般式配方化为标准式 那我们来把这个过程一般化 那首先先把X跟Y做分类 X的部分放在一起 Y的部分放在一起 然后常数项的部分移到右边 所以编号变成-F 好 这样子就感觉跟标准式有一点点接近了 接下来 这个东西呢 把前半部X平方加GX 变成-平方 那它跟上面相比 其实多了2分之珠的平方 也就是4分之珠平方 所以要扣掉 那Y的部分也是一样 所以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那最后呢 你把平方向留在等号左边 得到X加2分之珠的平方 加Y加2分之1的平方 等于 好 把刚刚多的-4分之珠平方 跟-4分之1平方移过去 好 然后呢 我们把F把它换成同分母 这样比较好做运算 所以分母是4 而分子的部分就是珠平方加1平方 减4F 而且因为它是圆的部分 所以平方的部分要大于0 那其中原心呢 是-2分之珠跟-2分之1 半径呢 因为右半边是半径平方 所以这边要开根号 那我们决定它是不是一个圆呢 就要有半径平方的这个部分 4分之珠方加1方-4F来判断 所以这东西如果是正的的情况 它就会是个圆 那我们称它为圆的判别式 那我们回顾一下 把圆的标准是 这个直接看出圆心跟半径 是Hk跟R 那圆的一般式呢 得到X平方加J平方加Y平方加JX加EY加F等于0 那这个一般式是不是 它的圆心跟半径应该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出来的 所以呢你可以采用配方 或是用我们刚刚一般的形态得到的结论 所以我们的圆心是2分之负珠2分之负1 半径的话呢 就是2分之根号珠方加1方-4F 好 那这个珠方加1方-4F成为圆的判别是 如果它今天是正的的话 图形是一个圆 你可以知道圆心是2分之负珠跟2分之负1 半径是2分之根号珠方加1方-4F 那如果等于0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象这个圆不断地变小 小到呢变成一个点 那这个圆心的时候 圆心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点 所以图形就是2分之负珠 二分之负1这个点 称为点圆 那如果这判别式是负的时候 就没有图形 我们称为虚圆 例如我们来做个例子 有一个圆 它的方程式是x平方加y平方 减8x加4y减5等于0 那它的圆心跟半径分别是多少呢 好 因为它是一般式 所以呢我们先把它换成标准式的形态 那第一个 就是要先经过配方 我们可以先把xy做分类 然后呢 对x的部分做配方 扣掉那个16就是4的平方多出来的部分 然后y的部分也是做配方 所以呢得到x减4平方加y加2平方点25 所以圆形是4-2 半径是5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推导过公式 所以我们来用公式法解一次 经过回想一下刚刚的公式 给你一个一般式 那你可以从这边看出它的珠1f分别是珠是-8 1是4 f是-5 所以呢我的圆形的公式 是2分之负珠2分之负1 这是我们把珠带负8进去 1带4进去 所以就得到负8跟4 一半之后再变好 所以是得到4-2 这是圆形 那半径带刚刚的公式 2分之根号 珠平方到1平方减4f 就得到5 所以呢这跟刚刚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随堂练习 假设方程是2x平方加bxy加cy平方-8x加16y加f等于0 这是一个我们指定它为一个半径是2的圆 那请问这个时候bcf应该要等于多少呢 好 那所以它是一个圆的话 我们知道圆的特征 首先它不会有xy这一项 所以b那个系数要是0 好 然后再来 因为ac也要相等 所以呢c要等于2 这是圆的两个特征 没有xy下 然后ac的系数一样 那第二点呢 因为它是一个长这样子的形态的图形 但是长这样的形态图形不一定是个圆嘛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换成 标准式的情况 来看它的半径 有没有办法会让它等于2 所以呢 配方之后得到x-2的平方加y加4的平方 等于20-2分之f 那这个2分之f 付的是把刚刚的2分之f移向过去 那这20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把x的部分变成x-2平方 所以呢 右边会多了4 2的平方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y加4的平方 4的平方 4的平方等于16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就是20 那它今天要半径2 所以呢 这个标准式的右半边 是半径平方 而这个东西要是4才做得到 所以 由20-2分之f等于4 我们可以得到f等于32 好 那下一个练习呢 我们接着试试看 同样的概念 好 就是这两个 这个bcf的解答 好 那下一题我们看一下 x平方加2平方加4x-2y加k等于0 那这个 这个方程式的图形 如果是一个圆 或是一个点的时候 k值应该要长怎样呢 好 我们先把这一般是同样的 要先经过配方 配成标准式的形态 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所以 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那 k一过去是-k 那这个2平方跟1平方 是来自左边的配方后 多出来的东西 所以整体之后得到5-k 那这5-k就是半径平方 所以它今天是一个圆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应该是正的 所以k必须要比5小 才会让5-k是正的 这时候图形才是一个圆 那如果是一个点的话呢 那这个半径平方就要是0 就是缩小到没有这个半径 所以呢 k要等于5 才会让半径平方刚好是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点 就是-21 你可以把k等于5 答案这个部分就是k等于5 好 那最后一题 x平方加y平方加2kx加8y加10k等于0 那这个图形要怎么判断呢 它当它是圆 或是一个点的时候 这个k值应该是长怎样呢 所以 一样我们要先把它配成标准式 好 配成标准式的话你就得到 k平方-10k加16 那这个-10k呢 是刚刚的10k移向过去的 那k平方是来自左边的x加k平方 这个配方式 那16呢 是来自y加4平方这个配方式 那你得到这个结果呢 我们要看到这个部分是半径的平方 所以 它今天如果是大于0的时候是一个圆 等于0的时候是一个点 那这个k的二次式的这个部分 要怎么判断呢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换成 把它因式分解成k-2乘以k-8 所以k-2乘以k-8如果是正的话 那么k就会比8大 或者是k比2小 这个区域的点 带进去的话会让 让这个半径平方是正的 所以这时候图形是一个圆 那如果带进去等于0的时候呢 所以k要等于8或2 这时候图形是一个点 那如果k等于8的时候呢 把8带回去 带回原来的式子 所以是得到x加8的平方 加y加4的平方 这个时候点就是-8 跟-4 那同理 k-2的时候 这个点是-2跟-4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学习内容 那如果同学不同的部分 可以再重复复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